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郑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台湾今天 又增加19的新增病例 不过全部都是境外 那么累积我们是235个确诊 不过台湾很担心的就是破口 那么很多爱居家隔离 但是怕怕走 这些人除了发质以外 我们抓他有发购吗 那是韩国 那另外是我们的华航机师 已经感染无患肺炎 为什么他们会对呢 所以我在讲破口 他们是在哪里得的 那另外是这个湖北 已经要解封了 武汉也即将解封了 那你湖北跟武汉的台商朋友 要怎么让他们回来 今天郭民众有很多的质疑 这年我们小时候 看他长大的自春见 据说也得了 另外是东京奥运确定延期 当然明年 可是以前跟我们说 说绝不延期 以前跟我们说 五月才会决定 但是现在才三月决定了 为什么 因为事情的发展太迅速 这个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现在大家在怀怒 接下来武汉肺炎的阵央在美国 美国今天一天 增加一万一千 一百的确诊病例 接下来的美国会怎么样呢 比尔盖茨 微软的老板说 美国锁国是无法避免的 他建议锁六个礼拜到十二个礼拜 那这样就是五半月至两五半月 至三五月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锁国 因为美国是最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如果锁国 到底影响会有多大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美国也缺医疗物资 缺得很厉害 纽约州的组长说 我们要三万台 跟中央要投 但是上来四百台而已 欧洲情况 依然非常的严峻 意大利 已经这个确诊病例 几乎快七万人了 那么这个德国的口罩 六百万片不翼而非 这个欧洲的 这个情况 等一下我们来看 看那个照片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 那重点是中国 中国这个湖北解封 接下来对台湾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这个才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二位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王委员 洪一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洪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前和平医院的 急诊室主任 张玉泰 张主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 黄光琴 大家晚安 以及这个也是 胸腔科的医师 黄轩 黄医师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 陈东豪 大家好 非常欢迎 那么这个 首先来看 今天最新的情况 今天新增十九个武汉 肺炎境外移入病例 七男十二女 那么年龄在十几岁 到六十几岁之间 一少年人为主 入境的日期是三 因为全部都是境外移入 所以日境的日期 在三月十二到二十二 花病的日期 在三月十五到二十三之间 他们分别去英国 美国 埃及 荷兰 法国 比利时 土耳其 跟泰国 活动史 目前国内累计 已经确诊 两百三十五人 那埃及团 那团 已经现在有十个人确诊 来我们来看 这十九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大概是七男十二年 年龄是介于十岁到六十多岁 那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了 单日新增十九名确诊 大部分到国外就学工作 其中英国占多数 有九位 美国六位 另外包括荷兰 法国 比利时 以及东南亚地区 印尼 泰国 都有足迹 这十九人旅游时遍布各地 全部都是境外移入 高档旅游 必看金字塔 仍面诗成像 前一波埃及团 三月初出发旅游 十二号回国后 案五十五领队 第一个出现不适 而最新这一名案二二六 是六十多岁男性 居家隔离期间发病 有喉咙肝症状 通报采验后出现阳性反应 等于整个埃及团 相关群区 已经扩大到十个人 总共这一团里面 团员有九个确诊 那另外一个跟他有关的是 他团圆的一个小孩 所以有关联性的 这大概有四个人 国内确诊个案 总计来到两百三十五例 症状表现也越来越多变 不只有人丧失味觉 嗅觉 还发现有个案会呼冷突热 甚至有人结膜冲险 有一些医师讨论到 好像结膜会验出来有病毒 但后来有在一些的 医学杂志里面 其实讨论好像结膜 不应该有病毒的一个存在 病患有一些结膜 或脚后发炎的这个问题 也许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发炎 节目冲写目前还没有科学实证 和武汉肺炎有关 但确诊患者已经不只是单纯发烧 个案身体状况 有没有过敏源 都会影响症状表现 好 那么十九个境外 这一个移入的病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今天爆发的这个大家比较担心 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证实 华航两名货机的技师已经确诊 五万肺炎 目前感染源不明 那因为华航第一时间也没有说明被外界指控 高层隐匿 今天有立委说 三月份一名技师从外战返回之后 只相隔一天就排班 严重违反指挥中心的规定 批华航是阳奉阴违 那华航董事长谢士谦是否认的 他都依相关规定 我们的规定是这个五天 相隔五天才可以再排班 然后这个谢士谦说 有时候转机很难控制人流 容易有感染风险 言下之意被解读成 这两位技师感染可能是在转机的时候 受到感染的 交通部次长王口才公 华航针对货机机组人员 有标准作业程序 例如到国外有专门出入的通道 不能外出 但为什么还是受到感染呢 已经请华航了解两位人员 在外战的行为 叫他们引领报告 换句话说 交通部政务资长公 其实不应该感染的啊 怎么会感染呢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来我们来看VCR 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我知道不是华航 那你知不知道 我是要问你说 你有没有掌握这件事情 这都已经发给好几千人了 立委邱贤志爆出国际航空 有空服员确诊 交通部次长王国才 面对质询 似乎有点状况外 有空服员接到简讯 说有组员确诊武汉肺炎 请进行居家隔离 到3月29号 留在家中 不要外出 航空公司的员工证实 的确有部分的空服员 收到讯息 网友们也议论纷纷 24号网路曝光 有空服员确诊 根据疫情重新资料 这名20多岁的空服员 工作轨机 从3月8号到11号 派飞到美国洛杉矶 15号再飞印尼雅加达 16号回国后 22号出现了发烧 喉咙痛 全身倦带和肌肉酸痛 25号确诊阳性 尽管现在国际航空 不提供热餐 但还是会有一次性的餐盒 和饮料等等 空服员近距离接触旅客 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 相关的基础人员 和旅客的疫调 还在狂烈当中 目前也掌握了 接触的家人和朋友 大约7到8人 而航空公司回应 针对个案 不能做任何评论 空勤基础员 接连传出确诊 也让航空公司 不得不提高警觉 好 那么请教 这个光勤就是说 第一个华航 机师怎么会染上 这是3月18号 长荣空服员 他给部长的一封信 但是他这封信 除了给我之外 也有给我 也有投递到其他的媒体 他们几乎很多空服员在反应 其实跟这个华航 货机师两名 他们由这个内勤 去跟上报 今天爆料的 他们的关键问题都一样 第一个就是配备不足 就是他们只有口罩 还有手套 那个手套是叫丁琴手套 就是乳胶的乳胶的手套 但是他们要求说 我们没有这个护目镜 我们到了外站 当地也没有防疫的交通车 也没有防疫旅馆 那这是配备的问题 后来长荣 他们是多加了护目镜给空服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刚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如果到三级疫区 去服务的时候 他们在当地是不能出去的 他们必须在旅馆被控制 但是他们回到国内 到底要不要居家检疫 14天 那个空服员都认为是应该的 可是但是因为他们排班的问题 他们常常因为又有班了 而且你知道 这个最近的班是比以前反而还要多 包括那个华航两位这个机师 都有这个状况 怎么可能会比以前多 最近很多航班都停了 回来的人爆满 你看回来八千九千 那个 现在慢慢缓下来 现在慢慢三千 华航那两位不是空服员 他是货机的机师 那你出货多 他当然是排班会多 好他这边有写到 你看他不断的在反应说 我们中间没有坐满14天 你不管是自主隔离 还是居家检疫 往往就说中断了 被叫去上班了 回来以后又重新起算 然后又中断了 那航空公司就跟你讲说 那没办法 我必须要这样做 我们人力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配备不足 他们接触的都是高危险群 又在机舱里面 而且四面八方来的人 他们会担心 因为想回来的人老实讲比较高危险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 他们担心还有一个 因为不是这个没有感染过的确诊案例 他们提到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是香港的国泰航空 之前已经有三位空服员 已经染疫确诊了 两位女性一位男性 他说那已经有这个案例的话 那他们不断的跟公司反应没有下文 后来他只好写信给陈述部长 而且他们是顺时中 他说感谢我们做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感觉很骄傲 也谢谢陈述部长的这段时间的努力跟贡献 但希望 这个合理 因为他们出勤 如果没有足够的防护 他们在比较高危险的环境里面 他们他们担心自己也会变成破口 然后那个货机机师他们的状况是怎样 而且假如他感染他感染给旅客 对 货机机师如果按照华航这样讲的话 他是因为转机 那华航怎么知道 他不是要听指挥中心的 但是他们内部提到问题 是因为他们配备不足就就算了 因为他们货机机师 或许没有像空服员这样 可是他说地勤 地勤是完全没有口罩 也没所谓的防护装备的 那机师常常要跟地勤人员 近距离接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也当然也提到自身的装备不足 第三个检疫的问题 还有第四个 华航有什么时候知道 机师他染疫了 如果一直隐匿的话 那他这个万一这种接触越过越大怎么办 所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说亡羊补牢 因为空服员都担心自己会成为破口 那现在如果货机机师已经有确诊病例了 然后再加上空服员 那这样下对 我跟你说 现在大家都说什么 你要坐回忌不通 就是说那个密闭的空间 是高危险的环境 你空服员在里面扶寝 你叫人家没有足够的防护 怎么合理 然后还有一句 这位空服员他是上海的 上海航线的 他说我们这边出发的民众 因为有过那个什么检象仪 但是上机没有做体温 他上海的 到上海当地 他们的检疫员 全服武装上来 他就抽检 就人带过来 他们要排很久 要冗长了等待不说 有一个是没有过体温照样走的 那检验完了 那个体温量完才告诉你说 他们刚刚服务的那些旅客 其中是有这个旅游室的 所以他服务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们是来自哪里 不知道是哪有旅游室 而且他说机场很多人吐 很多有一些那种症状出现 他们几乎是三星俱疲 那我请教王委员 华航有隐瞒 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会刻意去隐瞒 可是不是防疫专家 就不是防疫专家 我常常讲防疫要听专家的 我先讲状况是两个货机机师 一个本国航空的空服员 一个外籍航空的空服员 今天航空业确诊是四个 两机师两空服员 但空服员有一个是外籍的 第一个货机跟客机不一样 货机就只有前舱 有两到三人服务 所以现在第一个要查 他们两个有没有兼开客机 因为机型一样 如果是DHL的司机 那个驾驶员 空服员 那个pilot 他就专门开货机 但是华航也好 长龙也好 有没有兼开客机 因为你兼开客机 就会跟后舱人员有接触 你上厕所 Rotate休息的时候 会到后面有个夹层去睡觉 那空服员会送餐给你 所以第一个要查明这个 这个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讯息 第二个 客机的工作环境 密闭 长时间 人跟人距离近 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传染的药件 所以里面只要有人带员 有传染力 那个周边传染染病的机会 是非常高 那第三个 那为什么现在什么处理 为什么这就不合理的地方 那一般人去危险地区回来 我们就要隔离或检疫十四天 那我们回到国内的空服员或机师 五天就可以上线 而且是自主管理 难道他带的病毒只有五天吗 可是那人没救啊 现在就说以前可以换人没救 现在人太多了 人太多是新本问题 我大概可以讲这个 这个还是回到国内的 这一次出了问题 我的判断是外战 比方说台湾本国级的飞机 到洛杉矶就是外战 那美国的飞机到我们桃园 就他们的外战 外战的管理通常是这样子 一班去 就到那边休息 我们常常坐飞机 礼拜一去礼拜四回来 后一班就跟人 所以那个轮替大概就三四天而已 然后在外战的管理都有一个督察 我知道他们外战夜生活都很精彩 就去玩 也没有人在管理 所以外战的管理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生活管理很困难 防疫装备没有 没有口罩什么的 第三个人力 那我刚才讲 洪姨大说人就没救啊 你两年要去十四天就不用背了 以前可以这样讲 现在人力太多 太多 所以太多我觉得华航或长龙 可以做个我负责任 或者防疫中心要要求他做一件事情 你有一班要浪费一组人 多载一组人全面放 然后那组人要在那边间隔十四天 才能Rotate到下一班回来 因为这个很危险 所以你会多耗损外战 大概一倍的人力 那这个开销 还有成本 对这个成本我觉得适度的补贴 他都应该 因为危险性太高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事情是 现在医生在反应的 我们去中国去哪里 我们的健保卡回来一插就知道旅游室 对对对 空服人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这是不是一个风险 他回来 我哭哭哨来看边 一插没有 他搞不好是 他在飞机上接触到所有疫区的人 他停住的地方搞不好是西班牙 他停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 现在荷兰是很严重的地方 你那个卡如果看不见的话 纽约也是 你看不到的话 就miss掉了 那从挂号处的护理师 一直到医生看诊 这个风险看不到 这个洞 这是一个洞 另外 中共现在要把湖北解封了 所以我们飞中国的两到三小时的航空 我们国人如果要回来 他会上飞机 那我们的 这些空服员什么 也是去就回来 他会接触到他们 可到回来之后 五天又可以上飞机了 如果我们认为 从武汉回来的 要强制隔离十四天 从上海回来的 要自我隔离十四天 可是服务整群这样的人 五天就可以上飞机 这又是一个洞 所以目前这个洞 我觉得不管透过节目 或者透过张医师 我刚才又要联络防疫中心就是 这个洞要堵起来 如果没有这个洞 那个等于是每一个飞机舱里面 都是一个培养民 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 有一个两百一十三病例 我觉得我觉得 你说有多衰 你西班牙就有 高度爆版的疫区 想要走路了 结果你坐到那边飞机 中间又载到土耳其团 那十五个 可我现在反观 十五个有十三个 十五个十三个得病 我现在反观想不对 是谁传给谁要想一下 所以飞机上的感染 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个例了 那排班外战 我觉得我们这个防疫中心指挥官这里 可能面对接下一波中国解封 可能现在提早做新的规定 那请教一下张医师 现在每天大家会看到什么 二十例十九例 高峰到了没 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是 接近高峰 那当时是说 那种清明节的时候 返台来扫墓 就一个潮 但现在加上一个就是留学生这个潮 所以这一个风过 应该是说 如果过了清明节以后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外国人 也挡到广 挡下来 还有转机的也挡下来 现在只是剩我们国人 国人回来 现在今天我听 指挥中心报告 像全几个人 慢慢人数 一天只有一千多 今天只有一千多 所以人数有在下降 那这个 现在可能回来的 都是想要回来 可能有些 我在想的应该是 一个是怕碰到 一个是 可能已经有症状 自己赶快回来想要 再回来治疗 因为国外的医疗崩盘了 所以赶快回来 这边医疗还OK 所以有一些是 你刚刚讲的 回来一千多个人 有一部分是要避灾 有一部分是说 他已经感染了 想回来不舒服 可是我们有 我说如果三十七度半 以上就不准上飞机 那也会加油 加油 你推上来加油 你扭不住 所以我很早就说过 我们要防 要注意那些 就是说上飞机前 吃退烧 可能他不是故意 但是他因为想说 我不舒服 我要吃了 要退烧 要我舒服一点 我赶快可以搭上飞机 回来治疗 这个也不能说 他有什么不错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只要是台湾人想赶快回来 不管你是治疗 那个都是应该的 我们也会赌到 最重要还是这个全球 现在大流行的时候 其实在哪里都会发生什么被感染 这都不意外 其实我感觉大家还是以不动来 就是说来防止防疫会比你在那边动会比较 什么叫不动 就是卖顶挡 我现在在西班牙嘛 对你就不要说 你如果感觉你 其实我就是感觉说欧洲的环境应该是 你如果住在那种不是很 很一关的 一关中下阶层的一关地区 应该他的环境还不错 所以你在那边 你如果自己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其实就在那边就不要动 是比比你 然后你要去机场搭飞机 要等那么久 然后那个机场里面又 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 吃了退烧药在那边等飞机的人 你就会拖来拖去 所以 张医师就是我说实在你海外 不好意思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英国伦敦的地铁 强生首相二十三号 今天二十五号 以二十三号下令英国所有人民 二十四号早上早上开始 这个就都不要出门了 留在家里面 他宣布居家避疫 所有人除了你要买生活用品 运动看医生 从事必要工作 都要待在家里面 不好意思 这是他们的地铁 你看这个地铁 伦敦地铁挤爆了 每个位置都有人坐 而且大家拉着把手 拉着把手 兼并兼站着 跟平常 兼锋时间没有两样 所以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希望政府要拿出更强硬的措施防范 这有说我们没说 这对一个掛口罩没呢 所以东西方的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放在家里 我感觉是比较差 放到拐拐在家里 这么严重 他们又是这样 所以你没看意大利的企团出来说 美高 美朗 今天又出来 你有那么爱运动吗 我平常看到两二十个跑 现在叫你进出 两百个跑出来跑 那就是文化 这个事实上台湾 今天陈时中很胜 今天陈时中说 台课先对美国回来 没有啊 我没有乱跑啊 但是他在家里面开趴 陈时中说你不怕死 你怎么不四项 这个我觉得要强制 另外还有一个有说成策 这个对北京回来 电位 射假 空号 地质也射假 然后呢 早起来往旁边 给他抓住 现在要罰一百万 请问这个都是破口 这个我都觉得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啊 当然很恶意啊 陈侧躲在网咖 来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警车停在路口 远紧进到一旁的网咖待人 因为又有居家检疫民众 外出爬爬噪 没多久 警方把人送上防疫计程车 整防车跟在后面借户 大阵仗把人再回家 全身包紧紧穿上全套防护衣 他就是失联的检疫者陈侧 他3月21号从北京返台 却留下假的电话号码 根本没回家 市府发现后 紧急贴出公告寻人 警方24小时内 查到网咖位置上门来人 这个案子因为他 等于是他脱离 我们掌控的时间 已经超过中央规定的 72个小时 所以卫生局会 以100万的罚款来处罚 入境不但前些 假住址和电话号码 还失联超过72小时 根本是恶意行为 北市府从中开罚 但追查陈侧的身份后会发现 他的家庭状况其实还不错 几天都没有回来 因为他把妈妈妈也是找不到他 他们就是从小就比较稀释 他姐姐已经结婚了 昨天有打电话给妈妈说 确定是不是他儿子 他说是 原来41岁的陈侧 是名刘美硕士 长年住在北京工作 爸爸是一位公务员 妈妈则是家庭主妇 日前他从北京搭机回台 却连妈妈都不知情 因为他和家里感情 较为疏离都在国外生活 因为他害得业者闭门消毒 但警方是怎么找上这里的 原来陈侧失联之后 警方先到他填写的住宿查房 发现住宿是假的 再到户籍地找人 却发现他也不住这里 最后还是靠着锁定线上游戏IP位置 才顺利在南洋街的网咖找到陈侧 但光是为了找人 警方动用五名人力 消防医护四人将他送医 另外里长在内的民政局七名同仁 也帮忙携取 为了补起防疫缺口 动用大量人力成本 重罚一百万恐怕还远远不及 因他耗费的大量社会资源 这个陈侧三个月他就回来了 对北京回来了 结果电话又够 这个什么 帝子又够 十枚再去找到 十枚再去找到 他在网咖也没有戴口罩 然后这个大家认定说 他恶意失联 所以台北市政府 他趴趴走四天后 发一百万 这个是陈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陈侧中很想起 这个美国回来的留学生 没有 没有趴趴走 只要减少你接触 你竟然在家里开趴 来 我们再来看什么 管理员切记败坏 因为负责的大楼 最近住进一名从美国 回来的留学生 按照规定要居家检疫十四天 但他耐不住寂寞 居然扣来朋友开洪趴 管理员吓坏了 只能请官网会介入一一过滤 劝说留学生的朋友 不要上楼 及时阻止 连父母亲都不敢和反派儿子同住 留学生居家检疫 竟大喇喇找人在家里玩乐 将可能称为防疫破口 但到底能不能开罚 目前这样的行为是没有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 但是由于这个行径过于嚣张 那号召他的同学 以前在台湾的同学 进入他居家检疫范围之内的这个住家 开派对 火线举动怒骂留学生太嚣张 防疫观念有够差 居家检疫期间要是不幸确诊 跟他有所接触朋友 都有可能有感染风险 但按于法令 大学生没有走出家门无法可罚 将会建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考虑取消居家补偿费 好 这个现在说这要罚一百万 范老师一百万有效 不一定有效 有些人他就不缴 对 对不对 我就说我两手一开 不叫我就关你 也可以收一收压四个月也可以关 管收就我们还要去刺 这样而已 没关系 管收一次进去几个月 吃了便当又吃了整个月 你本来是自己居家隔离十四天 你十四天不要 你被罚了一百万 你管收进去你就好几个月 十四天你罚了就让你一百万 我有屁股来讲 今天我看那个新闻 我想起来 说那个留学生 这样每天一千块不要让他领 这个就处罚吗 他不在乎 不是 你要去罚了 他怕罚了 送集中检疫所 到检疫所去 对 我觉得这样就送集中检疫 不过我必要讲 那个大厦管理员 是有发挥功能 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那个 我们大厦都有管理委员会 那管理委员会的主委 现在就要发挥婆婆妈妈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 因为这些人 他可能这个破口 就在我们身边 那我们一定要发挥 彼此互相提醒 互相监督的功能 超级传染者 一个人就撞不住了 我随便指令好了 说国道7队里 国道3号彰化路段查到这台 这台 去找钱 对 他说什么 他车开得怪怪 就跟问他 跟他招下来跟问说 你什么名字 省文字 他就说 你不是要在租车隔离 不 我就没钱 要来找钱 我问你 你要怎么发一百万 他借不够贏了一百万 不是 他这个价目表在这里 他如果六小时到一天的话 他如果是居家隔离是五十万 居家检疫是三十万 我建议啦 通通改成一百万 不然大家不怕 你偶尼 你赶他改一百万 他会缴吗 国道哥 说不到 我是选的 要让 现在回来越来越多 他们现在都准备是在看 给他一个概念 我还是讲 我昨天讲过一次 我再讲一次 跑不掉 抓得到 方法我不讲 跑不掉一定抓得到 对 整万家 高速公路的车 把你拿下来 你都没想到 台湾一台怎么都厉害 第二个 不要 不好意思 这个人 我先说一下 说这个人 在国道三号这个 这个是车 好像开过头的 要倒退 对 他做这个 做好高调 你早上去网咖 有CIP什么 我们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溯源溯源 就是你跑不掉的 大多数都乖乖在家里 对 少数的连去买报纸 邻居会举报以外 你离开门 有时候管区就知道 第二个标语也不用关 我们特别条例 第十三条 如果你后来有疑似症状 苦苦少 不用确诊 你有疑似症状 症状 不听 只是 居家隔离的话 可以除两年以下有 有期徒刑 是可以关的 罚二十万到两百万 今天要知道 那第十五条是说 你都没症状 我只是健康隔离 违反的话 那个是罚二十万到一百万 那另外如果你已经确诊了 确诊又出去的话 那个都会判徒刑 所以我是觉得 不要耐不住寂寞 刚才那个半趴 那那个 一方面他 我不知道头脑在抵什么 人家要够理就叫来 我是好奇 你台湾那些朋友是 头上抵头放的 你怎么会叫 你明明知道他在外国 重来在够理 叫他开箱 全部都走你 不然他们都有侥幸心态 而且父母为什么 不管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那是一个风险 这里面就有一个确诊 这一群在散出去 那有的父母也很生章 对啊 对不 不過昨天有个蛮有意思 有个小女孩 有个女生她回到台湾来 然后他 因为他可能不想去搭那个计程车 我们不是有排班 那他家里说 他就说他家人就把那个车钥匙 放在机场的某一个 特别的角落 藏起来 然后他一到他有看藏宝图 然后找到那个钥匙 然后开车回家 他钥匙 车钥匙 放在机场 对 他开机车 家长不敢跟他 不敢接送他 家长先到机场 把那个钥匙放在 机场的某一个树的角落下面 然后他就出 他要看着操板去找 牵到第一站 找到 找到 这个也蛮厉害的 另外他就不用去等那个计程车 对不对 然后自己开车 自己隔离自己 对对对 这就是创意 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如果我们既定去 我们手机摸摸看 要看一下 你也不知道车钥匙 你也不知道车钥匙 要叭 叭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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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叭看看 这个我们倒是可以 如果这样开车是不违反应力的话 其实机场可以开车这样的方式 他就收拾在置物台 什么东西 让他可以开自己车回家 我们也可以减低 我们防疫自軦车的负担 我们不够啊 我刚才讲一个西班牙的案例 他们十五天全国封锁嘛 但是他们的国民怎么出去呢 他把自己装扮的人恐龙 穿恐龙装 我們這個國家 現在我覺得台灣人素質不錯 就是為了防疫 大家很遵守一個責任 像這種人就是都很祖書 我才不相信他們不知道 你知道嗎 這就是祖書 祖書他們把我們的生命健康 這個治愈不顧的時候 我們怎麼就去設想 不用擔心 但是發知 所以我認為其實應該有一些想法 一旦這樣子 我是建議各地方政府 通通就把他交給集中強制隔離的 這是第一個 你沒辦法關自己了 我現在放你回去 留開趴我要來抓一次 就放在強制隔離所十四天 然後另外 如果他後面有疑似症狀 就用第十三條起訴他 這樣才會緊張 而且自私的人要處罰 要把台灣這個顧好得多簡單 對不對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這個我們很喜歡的一個 日本的喜劇演員叫做 智春健 他這個確診了 不過等一下我們來看 他確診的狀況 那麼首先 我們來看 因為日本愛知縣的知識 他送了這個口罩給中國 那想不到在瀋陽 竟然有這個周電 沒忘了 竟然門口掛著熱烈祝賀美國疫情 祝小日本一帆風順長長久久 這個愛知縣的知識真想起 這個希望先這個口罩能夠還給我們 來 我們來看VC 好 那另外是我們再來看 智春健得到這個武漢肺炎 日本的許聚之王 人稱怪叔叔的智春健 他這個住進了東京某醫院治療了 甚至被爆帶呼吸器治療了 說情況恐怕不樂觀 那上個月他才剛過完70歲的生日 智春健的經紀人今天凌晨對外證實 他緊急入院 等一下我們再來請教醫師 我們再來看VC 3月16發病的 今天是3月25 然後緊急住院 然後要用呼吸器 剛剛的新聞是說 他很可能要用葉克膜 請教黃醫師 這樣危險嗎 我想第一個部分 這個武漢病毒 他就專門在對那個老人家 再加上有個慢性病 這個大家都痛用知道了 所以可以了解說 其實我們講死亡率 如果是50歲以上就是1% 然後60歲變成4% 然後70歲就是8% 那如果80歲以上就是16% 其實蠻好記的 所以可以了解說我們這個死亡率大概8%到10%左右 所以其實 我還可能也要看他有沒有慢性病 慢性病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肺部 如果是這個武漢病毒的話 這個肺部如果是老人家 因為他老人家肺功能本來就被破壞了 然後再加上武漢肺炎的病毒 這樣就被破壞 其實他們很快就呼吸衰竭 醫藥不難外會來不及 好 那張醫師你看這些訊息你怎麼研判 他因為已經有肺炎了 所以而且又使用上葉克膜 葉克膜是最好一部 最好一部 所以這個不樂觀 我是覺得不樂觀 自身性不樂觀 那這個請教一下東豪 剛剛那個艾滋縣 艾滋縣也是一個不小的縣 是 好像是那個什麼 西部是民谷屋 民谷屋 人家是台灣人 我們的航線有離到那裡 算大關 怎麼四千五百的口罩去跟他們討 朋友相送也有 他其實是艾滋裡面的一個市長 因為他跟那個吳錫 江蘇吳錫他們是姐妹室 所以他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他就捐了四千五百 你如果說四百五十萬的 我可能會把四千五百的 你沒到那時候四千五百也好 我感覺是他有肌肉 肌肉的問題 當然 因為你沒想到會那麼嚴重 為什麼你會覺得會那麼嚴重 因為日本政府其實原先 沒有在大力宣傳這個事情 所以你搞到最後 自己發現自己連口罩沒有 因為口罩是安全 最重要的是讓一般人有安全感 你戴個口罩不管周邊有沒有 你覺得你戴個口罩 你就會覺得比較安全 現在沒有啊 我就算我懷疑五萬格又怎麼樣 因為我曾經看到一個網路消息 就是說中國有捐了一批檢測試劑 給歐洲一個地方 捷克 結果人家說 那個檢測試劑的精確度很差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沒效啦 這個如果你三選四劑的這個東西不准的話 那個會很麻煩 捷克說的嘛 我記得是捷克的醫生說的 捷克這一個 我們引述他們捷克自己的新聞 中國供應他十五萬份檢測的測試 後來他們說他就發現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不准 這有什麼好處呢 你的確診率會降低 因為他不准 那這一個十五萬劑是中國自己在用的 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自己有用 然後拿十五萬份送給捷克 捷克用 對一下才發現百分之八十不准 就用這個例子回過頭說 那中國現在告訴我他們零確診 我後來聽到的是說 他根本是後來就對於青狀根本不測 他輕症不測 有測的是用這個的話 百分之八十不准 然後再告訴你這個數字 你真的要準的一定要用核酸 核酸檢測 那請請教一下張醫師 我們臺灣的檢測試劑準度多遠 我們準度的是九十一雙 近乎一百 近乎一百 我們的核酸檢測 所以我們的比較慢 他好像是血清 他那是說抗體的 他們知道說百分之八十不准 這個事情 中國 我想 他們是要試試看 人家來試試看 這點小秒的氣 人家前天習近平還打電話給法國總統馬克喉 還打給這個英國首相強森 還打給這個埃及的總統塞西 然後中國媒體說 高度讚賞中國的防疫成果 然後那個塞埃及總統塞西還說 習近平英明領導是最堅強有力的 所以他現在要把這些篩檢的器材還要輸廣 準備要提供給其他國家使用 用一個不用一個怎麼用 他還臉不紅氣不喘的 還說這些各國都支持 都覺得中國的防疫做得好 然後這個明天習近平還要參加那個G20的特別峰會 視訊會議 他可能就要親自拿出這個剛剛講的篩劑 跟全世界推銷 對 本來一百個病例 現在只會最多只有二十 保證立刻讓你的國家的病例 立刻減少 錯誤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個檢測是為了什麼 所以中國臨病例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這個篩劑 你看這麼厲害 你看 不是 他應該會知道這個檢測試劑是不準的嘛 知道啦 當然要知道 他一定知道啦 應該是適用啦 這個 你想看明天開G20 義大利總理一定在嘛 到時候他怎麼跟義大利解釋說 對不起 你的第一個病例是我們這邊帶去的 專程去的 我跟你講 這義大利的他們報紙 然後你注意看齁 這是鳳凰 鳳凰衛視的那個網站齁 截圖下來的齁 義大利不是一直找不到他的0號病人嗎 他是那個華中示範大學文學院前院長 胡女士他們在武漢市 一月二十三號封城 他是一月二十二號出國 在封城前一天出國 我們不是說有六萬武漢人到處亂跑嗎 對 其中一個 跑到歐洲 然後到義大利 他有確診嗎 那個 他在義大利 他在羅馬發病的 發病然後就診 然後再回到中國 光這個你知道 全世界第一個超越中國的死亡人數 是義大利 然後義大利的確診人數很快也會超過中國 很快義大利什麼都超過中國了 你怎麼搞的 今天義大利已經到六萬九千一百七十六例了 七萬一定破 對 這個快破七萬例了 一天死亡七百四十三個人 他現在一天都差不多七百七百幾 他一天的通報是五千 用五千為單位 一天通報 經濟病例 是是然後死亡已經到六千八百二十個人 快七千個人 全球已經累計超過四十二萬例了 全世界一天多四萬的病例 確診病例 我相信接下來會更多 死亡已經超過一萬八千人了 一天死亡超過兩千個人 什麼觀點 中國 那些便服 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